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长春是军地各级对他的关爱 据老人讲 每年都会有百余名军地领导来看望 询问关心他的身体与生活情况 因为长春有比较健全的退役荣誉军人疗养制度 他们这些红军老战士和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等时期 入伍的栽香复原军人 以及同期入伍的栽香残疾军人 还可以去医院 疗养院 幽浦医院等事宜疗养的场所 参加免费疗养 生活上的照顾 让老人感到无比的温暖 精神上的尊重 则让他感受到 作为一名老兵的荣光 为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 尊崇英雄的氛围 长春市政府不仅将石宝东在天安门城楼镜里的图片和视频再生 使多家媒体刊播 还制作成巨幅照片 在市区的公益宣传橱窗里展示 在各大广场和繁华地段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 石宝东说 我亲眼 见证祖国的日益强大 也见证军人地位的逐渐提高 感受到作为军人的无上荣光 不久前 吉林省组织大学生国防教育演讲大赛 长春景备区特意邀请石宝东为冠军颁奖 当他走上舞台时 全场掌声雷动 颁奖结束后 在场的学生纷纷涌上舞台 争先红后与老英雄合影 一位参加比赛的学生表示 石爷爷就是他们心中最良的那个